第四百四十四集 灵魂不灭,星神不死 金色的羽毛如同神经,散发着恐怖的热量 以金色羽毛编织成了一身滑贵无比的长衫 一颗金屋头灿灿生辉 整尊星神充满了霸道 一如炙热的火焰 浑身上下散发着庞大的心力波动 而另外一尊星神则是以月兔豪为裙 呈现出冰蓝色 一颗长耳朵的脑袋顶在人的身上 一对大门牙无间不摧 气质充满了高傲 距人于千里之外 这是星神的第二形态 由兽向人变化 而第三形态则是星神完全具备人形 动手时沟通星辰之力 势不可挡 破碎的刀族皇族青年的身体中 两颗宝石从眼眶之中飞出 旋转在一起 形成了太极图案 而后两颗大拇指大小的宝石 慢慢地向着北风靠近 而后下一个瞬间 出现在两颗星窍之中 这两颗宝珠 一为致阳 一为致阴 进入各自属性对应的星窍中之后 迅速变大 形成了一顶华美的皇冠 戴在两尊星神的头顶 而外界的天空之中也出现了异变 一道石杖庞大的太阳之精 直接从天际垂落下来 笼罩在北风的身上 而一轮月亮也渐渐地浮现出了身影 毫不示弱地与太阳同时出现 一股清冷的月华 同样地从天而降 只有在兰陵山这个特殊的位置 才能看见日月同时出现的壮丽景观 月亮的直径 比起太阳来说是丝毫不差 一样光芒大亮 北风整个兰陵山都受到了波及 别墅正好处于北风炙热的一边 当恐怖的太阳之精降临时 整个山体的所有植物全部枯萎 而后石块开始融化 而另一边所有的草木都被极寒冰冻 山体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冰寒 直接开始军裂 这是恐怖的场景 整座山寺时都化作了冰火山 寒冰与火焰各自占据一半 光明神术轻轻地摇曳 浑身被一层轻柔的光明所笼罩 不管是寒冰还是炙热的火焰 丝毫不能破坏光明神术的树区 太强大了 老板的修为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 这样的壮观景象 闻所未闻 悬疑等人 站在隔着北风几个山头的地方 向着北风所在的地方眺望 早在北风的身边出现异便之时 悬疑等人就远远地离开了 连着正在调膝准备冲冠的白象 也是远远地离开 此时看见这样壮观的景象 众人都是心有余悸 庆幸自己离开得早 这两股恐怖的心理珠 足足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 在晚上的时候 两到十丈光芒庞大的光柱 隔着数十里都能够看到 无数普通人向着兰陵山赶来 想要参观着神奇的景色 但是却被一群 合枪实弹的守卫挡住了 连别墅区都没能够进入 至于武道界的人 也没有人赶过来 都知道 这处地方住的是什么人 不敢前来打扰 心窍之中 两尊心神开始发生了变化 两道庞大的心理光柱 无时无刻都在供应着庞大的心理 两尊瘦头的心神 从脖子处开始 慢慢地向上 开始向着完美的人形画形 两顶皇冠直接疯狂地吞纳着心理 炼化杂志之后 化为精华 供应着两尊心神 向着第三个等级突破 这是第三阶段之后的变化吗 心窍化作虚无 卷刻在灵魂之上 北风默默地感受着变化 灵魂上 开始出现了两道心窍 散发着点点星光 两道山崩地裂的吼叫声响起 北风深下的小山 直接轰然倒塌 没有一点灰尘建设出来 山石之下 北风盘袭而坐 这一道吼声之中 倦怠着两道至高心理横扫八方 哇 快去保护白夏 悬疑等人 看着一层层 如同潮水般 形成的一层层碧浪的心理 脸色大变 来不及犹豫 悬疑和三头犬 拼命地催动全身修为 形成了一道护照 挡在了这一栋 备用别墅之前 咔嚓 集合两个人的修为 全力以赴地 制作出来的防御 在一层层 前颇后继的心理潮汐之下 开始破碎 悬疑的嘴角溢血 三头犬 也是在地面 离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壑 三头犬仰天长啸 直接变大 原地出现了一头 高五十多米 长一百来米的三头犬 三颗头颅 嘴巴微张 露出了光芒 一咕咕毁灭性的波动 在三头犬的喉咙之中酝酿 白象此时 已经达到了关键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 但是一旦被这恐怖的心理潮汐波及 整个人浑身的血气与真气 直接就会暴走 整个人 死死无生 眼看着防护罩 破碎在即 三头犬直接吐出了 三颗成人拳头大小的腰单 只是一出现 三颗腰单周围的空间 就剧烈地扭曲了起来 而不是波动 一咕咕毁灭气息 向着四面八方涌去 天底间寂静无声 如同定格了一般 只剩下慢吞吞的腰单 向着心力潮汐积去 无声无息的 两者碰撞在了一起 开始谁也不肯后退 僵持在了一起 三头犬吐出腰单之后 庞大的身子 慢慢变回了一条土狗大小 整条犬显得很是违靡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心里潮汐 一分为二 从别墅的两边冲过 避开了别墅 三颗内单 滴溜溜地转动着 内单不死之前 那么圆润 明亮 三颗内单此时 光芒黯然 表面坑坑洼洼 无力地飞回 三头犬的口中 三头犬松了一口气 虽然元气大伤 但是 只要腰单没有出现裂缝 那就是万幸 太强大了 本拳已经被这个人类 远远地超过了 只是修炼时 无意识一散出来的能量 都要逼得本拳使出全力 吃不着的脸色 有些暗淡 自己虽然修行速度够快了 但是比起北风 还是远远不如 就连引以为要的 同等境界无敌 都是不如北风 这到底 是你是妖兽呢 还是本犬是妖兽 难不成本犬 是一头假妖兽 三头犬 有些怀疑人生 趴在地上吐着舌头 此时北风的心窍中 两尊心神 完全地化为人形 一男一女 浑身都是由 无比庞大的心力凝结而成 如同真人一般 两尊心神不会说话 发出的声音 还是兽类的声音 两尊心神 整个地扛着心窍 下一刻 出现在北风的灵魂之中 灵魂不灭 心神永不死 就算是被打得知灵破碎 只需要几天 心神 又会重新地凝结出来 而且 没有了致命的弱点 因为这两尊心神 连带着心窍 都出现在北风的灵魂中 身体上的这两个心窍 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没有进化到 第三阶段的心神 只能待在 肉身的心窍之内 如果心窍被毁 那么心神 也会灰飞烟灭 而北风现在的状态 除非是有人 能够抓住北风的灵魂 毁掉灵魂上的心窍 才能让心神毁灭 而这样的人 比之北风 不知强大了多少 直接一指头 碾死就行了 哪里还需要 去破灭 北风灵魂上的心窍呢 不知灵魂上的心窍